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工俊 今天我来到了上海 今天结束了一天的拍摄 然后呢要犒劳犒劳辛苦的工作人员带大家来吃一顿 吃一顿好吃的火锅 待会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 手办件 哇 5288 好贵哦 这个好酷 喜欢 好了我们现在到了火锅店了 这家火锅店装修还行 哇我也要开始点菜了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锅底 这个锅底它有5个辣 然后我们点的是中辣 好酥肉来了 我的酥肉 然后这个锅是老鸭汤锅 然后还可以喝汤 看起来还是酥 我的酥肉 然后我今天在来的路上 我们因为拍摄比较晚 然后就是 七段时间已经是六七点钟了 我们找了很多家店 咱们没有为什么 他们跟我说 我跟店说 我现在给做包箱 哈哈哈哈 之前吃火锅 上次不是在那个大堂里边吗 都没人能出来 他们说 我现在大堂吃饭 怕引起 骚动 嗯 我觉得其实还好 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包箱的店 这家火锅看起来还不错 我把这个点的菜给大家录给我们 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点的菜 这个泥抽 他们很害怕 但是我觉得挺好吃的 我们成都经常吃这个 我小时候可爱吃这个 然后 这个是啥呀 骨髓 这个是牛蛙 他们店的特色 就一定要点这个 然后 就哪我们吃 我们常见有一位壮士 居然 唯一的人点了一份啤酒 就是这位硬汉 现在比较后悔 爱的小酥肉 点 我今天有碟就不是有碟 因为我最近 这个工作比较多 很怕胖 要保持良好的状态 跟我工作人员说我想吃饭 我不想乱 那今天的就到此为止 拜拜 这个要不要给钱 这个是付费的吗 好了好了你也挺累的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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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小心 谢谢大家 看不看 看不看不看 我是说 点击